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幸福院要组织一些除外旅游 让你负责舞蹈队 你这弄的什么呀这是 怎么了 把肉弄的呀 赵精神平时爱玩直播 天天拿个这个手机 你看我在这边干嘛干嘛干嘛的 我们的直播来到了连音小路 往字面看 有人在钓鱼啊 老年人拍这个的不多 尤其他拿一个自拍杆 你直播可以 不许拍我 我在戏里的业余生活就差一些 跳舞也不协调 唱歌也不好 但是做工艺的事它特别积极 我正琢磨着上哪去挣点钱 你上我们家打工去 好吗 我给你开工资 崔李田呢 他就是爱好找老伴 就从头到尾都在找老伴 俺叫崔李田 今年67岁了 俺想问问你们那个婚介所啊 都有什么类型的相亲对象啊 实际他一辈子没结婚 他也是很耿直的一个人 赵精神啊 给俺介绍个对象 瞧把你美的 都乐开花了 没有 没有 俺是雅巴桃媳妇 喜在心头 喜欢点京剧 然后看看书什么的 最近我又把我小时候的书 不管是托尔斯泰的还是余果的 这些书你再看 跟小时候的认知 理解的程度都不一样 我自己爱好挺多的 假设最近一段没戏 我也应该上官 倒来倒来身体走走 再离老远也跟人家 活动活动 还把人认出我 一认出我把我给围上 人家就不跳了 我就不想让人认出 想看人家 我就晚上去 能看得出来 他依然很爱你 我觉得会比较乏味吧 首先他们就受这个 传统思想束缚 爱好各方面本来就少 再加上就上年纪了 我其实挺害怕的 就老了以后怎么办 我印象中最标志性的就是 老年人们吃完饭以后跳广场舞 准时准点 人山人海 有些老年人喜欢钓鱼 喜欢下棋 我发现这里的老人 他们都很快速 哥 头一让咱办 他们搬进来住了 我是觉得在如何养老的问题上 我们确实应该有个新的人事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的爱好要延续 就是我爱好去KTV唱歌 然后我喜欢跳舞 我觉得我会唱到跳到我唱跳不动为止 然后也是在可以的情况下 还是尽量多出去走走看看旅游什么的 我可能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比较喜欢越野 去一些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的地方 冒险地刺激了一些 等我老了之后 我觉得我还会开越野车去 越越野去冲冲沙漠 那种感觉就在城市里边是真的不一样 在沙漠里开车是特别难的 在那个时候 你什么反省时出都不会想 你这人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说短裤先生 你怎么不长眼睛啊 直接就往车上撞啊 不是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不能好好说吗 直播 跳舞 下棋 和老伙伴们聚在一起聊大天 我们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 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 你就是年轻人 我们下棋再见了